政治焦点要带您关心到 总统蔡英文双十国庆文告 针对两岸关系再向对岸喊话 中国国台办发了声明批评说 台湾坚持两国论 以武独谋 只有回到九二共事 两岸才能对话 遭到行政院长苏正昌大三说是害怕民主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始忠也直说 对岸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而针对蔡总统在文告当中强调说 会加强查核假讯息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主持了台湾灯会主事局记者会 时则说他们攻击国内阵地并没有比较少 台湾灯会温暖光球主事局首次曝光 睽違23年终于回到台北举办 但市长柯文哲 前一天双十国庆日跑突 柯P累到狂打瞌睡 但总统国庆文告 瞬间让柯文哲清醒 相互尊重的条件下 寻求一个和平解决台海的正义的方法 可错错就变成就变成什么 说槟榔啦巴勒 绿能里不能 柯P脸书加码针对蔡总统说要防止假讯息散布 磐酸不能变成镇压异议分子借口 把质疑者打成中共通路人 我想是一个不当的解读 我们抗共保台是我们的DNA 目前在台湾假讯息做最多的是谁 大家也心里有数 你们攻击自己国内的政敌也没有比较少 柯市长一直把这种政治议题或是民主的意识 当作吃香喝辣的筹码 他们就把这个吃香喝辣的特权 用民主自由的堂义包装起来 总统文告引爆国内政坛白绿交锋 中国国台办也轰台湾 渲染威胁坚持两国论 更贴靠外部势力壮胆 以武谋独 说只有回到九二共识 两岸才能对话 那这也容不得 在那个中共在这边说三道四 共产主义一党独大 所以他很害怕这个民主的力量 蔡英文国庆谈话 政治效应持续发酵 也引爆两岸隔空苦呛 就从蒋高子瑶台湾到